對於美國嚴重塞港問題 大陸中原海運開通一條北美直送特快新海線 從上海洋山港到加拿大王族港17天就能運頂 美國前總統川普成立新媒體公司 推出名為真相的社群平台 表示要對抗臉書推特等科技拒貨的暴政 以政治不正確提問結果作為特色 英國疫情捲土重來 新增確診是歐洲最高 英國政府計畫提高第三針施打 目標每天50萬劑 而俄羅斯疫情壓不住 平刻關閉3T影城 莫斯科下週28號起風呈11天 美國總統拜登在CNN市民大會上被問到 若台灣遭到中國攻擊 美國是否會防衛台灣 拜登給予肯定答覆 表示美國對此有承諾 號稱全球最大最高的摩天輪怒敗之眼開張 高250公尺 轉一圈需要38分鐘 紐約曼哈頓第四高樓最新觀景台開幕 玻璃鏡子打造的全透明展望台 站在1200英尺高 俯瞰整個紐約 觀眾朋友晚安 歡迎來Focus全球新聞 今天我們頭條選擇的 是台灣無一的 已經是在美中對立衝突的第一線的核心位置 而最近有這麼多的國際議題跟發言 在美中對抗的時候 屢屢點名台灣 最高點應該首推拜登 在CNN的市民大會上公開承諾會協防台灣 這是一個被動的回答 當場有大學生提問 問他說如果中國大陸攻擊台灣 美國對台灣有協防承諾嗎 立刻引發了兩岸高度關注 台灣的外交部表示 感謝拜登總統再度重申 美國對台灣的一貫承諾 而大陸外交部呢 則是高分被譴責 說中國在核心利益問題上 絕對沒有任何讓步的空間 台海目前的軍事情勢也相當緊繃 美中的外交摩擦越來越激烈 分析指出 美中其實已經接近新冷戰的邊緣 但這跟美蘇世界冷戰絕對不同 這次的美中冷戰是包括經濟 軍事科技全面的衝突對立 而拜登呢 在回答了大學生的問題 強調協防台灣之後 白宮馬上補充 這一切都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並沒有新的美國政策 而拜登後面也補充說明 他絕對無意與北京冷戰 台海緊張 局勢升溫 美國總統拜登21號在CNN舉辦的市民大會上 接受提問時表示 如果台灣遭中國大陸攻擊 美國承諾協防台灣 拜登過去也曾有過類似發言 與美國明面上戰略模糊的政策相左 但白宮和國務院一再重申 美國對台政策不變 這回白宮官員會後也表示 拜登並非宣布政策有任何改變 美國政策也沒變 強調美台防衛關係是根據台灣關係法 美國會恪守法案下的承諾 繼續支持台灣自我防衛 反對任何單方面改變現狀 另外拜登也說 他不擔心美中會蓄意衝突 但憂心無意中的擦槍走火 中國大陸外交部也立刻回應拜登言論 稱中方在核心利益問題上沒讓步空間 敦促美方不要向台獨勢力發出錯誤訊息 不過拜登在市民大會上也提及 他和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 強調他無意與北京冷戰 紐約時報資深白宮記者則分析 美國其實已經相當接近與中國冷戰 即便沒有正式冷戰 但陷入冷戰思維的政府 可擴大每一項衝突 21世紀的冷戰 不會跟三四十年前的美蘇冷戰一樣 美蘇只是軍事競賽 但美中則是一場科技 經濟和軍事的競賽 美中冷戰氛圍越演越烈 歐洲議會也以五百八比二十六壓倒性通過 不具約束性的歐盟台灣政治關係與合作報告 要求歐盟執委會盡快啟動台歐雙邊投資協定評估 且建議在台北的經貿辦事處升級更名為歐盟駐台灣辦事處 立刻因北京強烈譴責 歐洲議會應立即停止損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言行 停止挑釁和對抗 我們正告有關方面 不要低估中國人民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 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 強大能力 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在布魯塞爾出行北約防長會議時也表示 解放軍軍機進入台灣防空識別區是危險行為 有可能觸發衝突 這樣的軍事姿態並不明智 破壞區域穩定 可能激化其他爭議地區的衝突 呼籲北京以和平方式解決台海爭端 眼看歐美一波波反中 中國駐聯合國大使張軍立刻在人權委員會上 大嗆西方國家救新疆等問題無端指責 你們遏制中國的政治陰謀注定破閃 中國的發展道路是中國人民自己選擇的 你們沒有權力替中國人民做主 更沒有資格說教 你們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工具化 不得人心 根據路透社張軍也對記者稱尋求與台灣和平統一 直指美國把台海局勢引向危險的方向 呼籲美國停止這種做法 把台灣拖入戰爭絕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 美國也不會從中撈到好處 顯見台灣在中美對抗下 恐怕已被推上衝突第一線 你希望這麼高 今年第四季毫不平靜 因為在多數國家似乎都在過疫情後的新日子時候 在英國和俄羅斯這兩個大國 疫情反撲相當嚴峻 那麼英國政府目前還不打算升級防疫措施 現在趕快讓符合加強針資格的英國人 趕快去打第三劑 俄羅斯本來的疫苗覆蓋率非常低 所以他單日新增感染破了三萬六千人 單日的死亡人數一直超過一千人 俄羅斯政府是代薪停班一週 讓大家回到家裡 也就是阻斷人流 莫瑟科市長在加碼宣布 10月28號開始 他們要封城為期11天 也就是比整個俄羅斯宣布代薪停班 在家一週的時間還要更長 入秋後 疫情在俄國持續攀升 過去24小時內 單日新增感染數破3.6萬 死亡人數超過一千人 是整個歐洲累計死亡數最高的國家 為了阻止病毒擴散 俄羅斯政府頒布從10月底開始 帶薪停班一週的政策 不過卻有許多民眾打算趁機去度假 現在莫斯科市長也加強防疫措施 宣布從10月28號開始 為期11天的封城 除了超市與藥房外 所有場所都必須暫停營業 學校幼稚園也要關閉 目前俄國的疫苗施打成效不佳 1.46億的俄國人口 僅有4千7百萬人接種 許多人對疫苗仍存有疑慮 而同樣在歐洲疫情也相當嚴峻的英國 面對疫情升溫 首相強森則表示必須與病毒共存 目前12歲以上的英國人口 有80%已經接種兩劑 而有大約百萬人符合加強症施打資格 英國這週平均病例每天超過4萬4千例 比起一週前上升16% 專家認為應該提高兒童孕婦的疫苗施打率 並提高加強症施打量能到單日50萬劑 面對疫情升溫 英國政府週三時宣布 今年入冬不會實施封城 儘管有衛生官員出面警告 又沒有強制戴口罩 或者在家工作等基本防疫措施 恐會讓英國的醫療量能不堪負荷 至於在摩洛哥 為了因應新一波疫情高峰 週四宣布進入公共場所 旅遊都必須出示疫苗護照 市民商家普遍都表態支持 穆洛哥也是所有北非國家中 疫苗施打率最高的 超過50%的人後已經完成接種 並且已經開始加強針的推行 而在印度的疫苗接種的進度上 有了重大進展 將近9.5億的印度成年人人口中 4分之3已經施打完第一劑 31%完成兩劑施打 是自1月以來短時間內就達到的成果 政府預計將在年底前 完成所有成年人的接種 TVBS新聞綜合報導 而中國的疫情在本週也出現了 不斷擴散的本土疫情反撲 主要是一個從上海出發的 自駕旅行團所引發的 目前持續延燒的範圍 在浙江烏鎮已經要求 從15號開始 曾經去過西安旅遊史的人 不可以進入烏鎮 而且把當地來自西安的遊客 趕出飯店 這當然是惹來非議 但是烏鎮是一個 中國非常重要的一個觀光據點 所以對於這個旅行團 曾經去過的地方 那麼這些地方的人又轉進烏鎮 烏鎮是怕的不得了 北京對於兩個相關的關聯病例 已經做了基因劇策 結果出爐 這次疫情傳播的 就是Delta變種病毒 連同北京在內 中國大陸現在有12個省份 展開第三劑加強針的注射 大型木偶出現在江南水香谷鎮 浙江烏鎮正舉辦大型戲劇節活動 原本是張開雙壁 歡迎各地遊客 但現在卻為了旅行團疫情 多地蔓延 把從西安來的遊客 拒於門外 知名從15號起到過西安的遊客 餘律不准進烏鎮 當地更是毫不留情面 立刻替已經入住的西安遊客 辦理退房 退門票趕出飯店 強硬防疫態度惹來非議 儘管被大陸媒體報導後 趕緊道歉 但對於拒絕西安遊客到訪 認為是無奈的必要之舉 大陸這波旅行團疫情 爆發不到一星期時間 就蔓延10個省份 21號單日新增28例確診 連湖北青海都有病例 最新疫調傳播鏈更鎖定一趟 從甘肅玉門開往南州西站的列車 通過梳理呢 截至目前啊 該班次的列車已經關聯了 13例陽性病例 不知景區旅行時搭乘的交通工具 也成了疫情擴散點 而北京確診的兩名關聯病例 基因測序結果出來 證實這次疫情傳播的還是Delta變種病毒 經中國疾控中心專家初步 筆對分析 結果顯示 已近期甘肅 陝西等地報告的病例 病毒同源性較高 屬於同意傳播鏈 來源尚不明確 蔓延速度快 形勢嚴峻 病毒威脅進逼 第三針加強針免不了 北京從20號開始 多個區域開放預約施打 包括邊境口岸工作人員 冬奧會工作人員在內 都被列入高風險 重點人群优先接種 民意約的時候好多 就今天的這個時間點 有40多個 還能約禮拜 就週末 連同北京在內 大陸全國累計有12個省份 都展開了第三針接種 而有鑑於去年 大陸進入秋冬後 冷鏈運輸造成疫情破口 7月初就要舉行的 上海國際進口博覽會 更對所有冷凍食品展品 提升警戒 我這部車 包括我只能是固定的 送進博會的 再送要展出的 冷凍食品貨車 只能專為進博會服務 食品進到統一存放的倉庫前 通通得拆包消毒 消毒後存放的食品 還會被貼上一組二維碼 追溯產地來源 距離11月初 進博會開展越來越近 大陸得想盡辦法 把疫情風險降到最低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美國的現任總統在社會上 依舊扮演角色的有 但是像前總統川普這樣子 下台才剛剛不到一年 卻頻繁地出現在新聞裡面 真的很少 他的人氣依舊hold住了 而且川普現在加碼 成立了一個他自己的媒體集團 他推出了社群平台 取名叫真實社群 擺明了要跟臉書和Twitter打對台 然後呢 為了替這個自己的媒體集團 籌募運營的資金 川普的媒體借殼上市 被借殼的企業 在川普媒體合併之後 股票大漲超過350% 投資的全部都是依舊挺 川普的全媒散客 川普這個媒體集團 目前估計的價值 已經上中8.75億美金 美國前總統川普 儘管輸了2020總統大選 但人氣並未溃散 仍有大批死忠支持者力挺 川普也不改身一人的本性 成功在股票市場上 將自己的聲望兌換成現金 川普新成立的媒體公司 川普媒體科技集團 宣布推出社交平台 真實社群 並揚言要和臉書 與推特打對台 川普媒體集團以借殼上市的方式 募得營運資金 這家被借殼上市的公司叫做 Digital World Acquisition 他們與川普媒體合併之後 股價大漲超過350% 川普的社群網站還未上線 就已經吸引大批散戶投資人追逐 他們大多數是川普的支持者 估計川普媒體集團 目前的價值為8.75億美金 川普自創媒體的主因是臉書和推特 在今年的1月6號國會暴動事件後 關閉他的帳號 並禁止他再使用平台 發表不實和煽動性言論 暴動還讓川普陷入了另一個麻煩 眾議院跨黨派1月6日 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 要對前總統就責 他們發出19張傳票給川普的親信 要求他們到國會作證 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右翼測試班農 調查委員會掌握證據顯示 班農事前就知道會發生暴動 甚至還有影像為證 不過班農以擁有行政特權為由 拒絕出席聽證會 調查委員會認為班農藐視國會 也擔心其他證人會有樣學樣 因此對班農提出藐視國會的犯罪指控 暫停證會提出複製 19號調查委員會表決 一致通過班農藐視國會的議案 隨後送交眾議院表決後通過 班農確定被移送司法部 最後將由司法部長賈蘭德決定是否起訴 賈蘭德目前還不願表態 班農藐視國會若被定罪 最高可判一年徒刑和十萬美元罰金 國會以警校游的做法顯然奏效 被傳喚的證人當中 前白宮副幕僚長史卡雅維諾 已經同意出席聽證會 TVBS新聞總和報導 歡迎回來繼續Focus 我們每一天都持續關注美國供應鏈 失衡惡化的解決辦法 畢竟美國是台灣非常重要的出口市場 也是全世界很多國家最主要的出口消費市場 以美國的玩具來說 八成六都是來自進口的 那麼現在您大概每天看Focus都已經知道 美國最大的兩大貨物吞吐港 就是洛杉磯港口跟在南加州的長堤港口 已經由拜登總統在上個星期就下令24小時的港口卸貨 那麼同時透過不斷加班的運輸 希望貨物能夠上架 但目前情況並沒有非常樂觀 最主要是路上運輸的量持續不足 這個時候必須要分開港口 把貨物盡快送到靠近美加地區的市場 這時候供應鏈的源頭 中國趕快特批一個特快航線 它開航從上海到加拿大 魯伯特王子港 也有一條直達特快航線 最快在17天之內就可以完成跨太平洋航程 比現行的常規路線縮短了半個月 這就是要避開洛杉磯塞港的情況 幫著疏解美美的貨物壓力 而拜登目前考慮要出動國民警衛隊 來解決陸陸運輸供應鏈的問題 例如讓國民兵開卡車運貨 然後讓更多的港口可以參與貨輪靠港卸貨 一起來了解美國現在問題的嚴重 以及可能的更多的解決辦法 終於收到貨了 對於紐約這家玩具店來說 這批早就預定的書籍與玩具 到貨日期完全無法預料 老闆因為到貨不穩定而想盡辦法叫貨 最後的結果卻變成店內的商品有些即將斷貨 有些卻多到賣不完 在全美的玩具產品高達85%都仰賴進口的情況下 紐約玩具店內的混亂來源就是已經持續一段時間的供應鏈失衡問題 而隨著供應鏈失衡而來的則是國際運輸費用大漲 部分漲幅更達6倍 儘管美國最大的兩個港口 洛杉磯港和長堤港 上週期已緊急改為24小時運作 但對於紓解美國境內的供應鏈失衡問題卻是救不了極 而這個美國境內運輸量能不足所產生的供應失衡問題 美國總統拜登終於聽到了 面對民眾越來越擔憂 下個月的黑色星期五可能因缺貨買不到椰彈或新年禮物 在各方壓力持續增溫下 拜登週四在CNN主辦的市民大會上 忠於松口表示會考慮動用國民警衛隊解決供應鏈失衡問題 但他也強調 為了紓解加州洛杉磯港與長堤港的國際貨輪拥堵潮 美國加州南部這個過去主要進口香蕉等新鮮農產品 與肥料的淮尼米港 現在也開始接受運送玩具 電子產品等其他國際貨輪靠港 儘管淮尼米港的規模比較小 但透過移動式起重機與一條龍式的通關手續 讓貨輪上的商品能更快送上陸地運往各處 而且沒有貨輪擁塞問題 至於供應鏈的另一端也就是製造生產各種玩具 椰蛋樹的中國大陸 為了避免產品無法送到客戶手上 本月15日起加開一條由上海洋山港直通加拿大魯伯特王子港的直達特快航線 最快17天內就可以完成跨太平洋航程 比常規路線縮短兩周更避開擁塞的加州港口 我們現在是上海 我們的航程現在可以開始在上海 然後從這裡到 Prince Rupert 它可以然後被輸入到北方向南北的地方 像在西方的新開的王子港 新開的王子港線 確保持更加穩定的貨輸時間 所以我們可以送送我們的商品 到我們的客戶上 尤其是新開的王子港 儘管供應鏈失衡問題 透過追加運能可以得到部分緩解 但當前持續攀升的原物料與運輸價格 卻讓聯合利華、雀巢等消費品大廠 都警告通膨壓力大 韓掌聲音不斷 至於至今仍試圖自行吸收漲幅的 紐約玩具店小店家來說 更難抵抗成本提升壓力 感恩節與耶誕新年假期持續逼近 對美國消費者與零售商來說 危機仍未解除 TVBS新聞綜合報導 看到消費市場 電影熱回來了 這其實是疫情後復甦的一大指標 來看曾經橫掃威尼斯銀展 多倫多銀展口碑 在加拿大金妮獎也有13項入圍的 2012電影《花神咖啡館》 這個電影討論命運輪迴 是鬼才導演尚馬克瓦的大作 他把故事裡面所有的吶喊感傷 都化為深探人心的平靜 讓人看電影的時候 可以停下來 省事自己內心 已經時隔9年了 這個電影《花神咖啡館》 重返大一幕 笑容者佔別妻女 加拿大中年帥大叔安東 是一名周遊列國的DJ 但別看他極幸福於一生 背後其實藏著 揮之不去的罪惡感 原來機場年輕美貌的女子 並非安東的原配 而是他在一場派對當中 認識的另一個靈魂伴侶 兩人天雷勾動地夥伴陷入熱戀 就算父母和孩子都不諒解 安東還是執意 牽起了這一位 笑三的手 只是人的一生 能得幾個靈魂伴侶 難以解釋的愛情轉移 讓安東陷入糾結 另一頭安東原配卡羅 同樣難以釋懷 一對母子闖入了他的夢 單親媽媽賈桂林 與唐寶寶羅宏 在70年代的法國相依為命 旋律輕盈的《花神咖啡館》 是羅宏最愛聽的一首歌 生活重心圍繞著羅宏打轉 賈桂林把所有的愛 都給了 可能活不過25歲的羅宏 可能活不過25歲的羅宏 不過這一段幸福的兩人世界 卻沒想像中長久 你什麼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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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個唐寶寶微弱 走入了羅宏的生命 小鴛鴦一見鍾情 談起戀愛 而每一次的見面 也變得難分難捨 兒子不再只屬於自己 賈桂林憂傷 嫉妒 止不住的心痛 讓他忍不住開口 愛了一輩子的人 突然把愛都給了別人 心碎的賈桂林 頓時失去人生方向 他的遭遇 和遭到丈夫背叛的卡羅 揍起了超時空的二重奏 你還沒想到嗎 我還沒想到 你還沒想到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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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走 我想要拿它 但我害怕 你還沒想到 我還沒想到 卡羅的夢境越來越真實 他對惡夢正向的追求 就像對潛伏安東的執著 李不欽也放不下 最終他找上靈媒 才得以解開心結 我沒有找到這件事 我會找到這件事 我會找到這件事 這件事是正確的 我還想知道 這件事是正確的 你會活著自己的生命 我夢 我希望 這部2012年出品的電影 在當年的加拿大金妮獎 獲得最佳影片 最佳創作劇本 等13項提名 鬼才導演尚馬克瓦 以交叉剪輯的手法 結合迷幻視覺鏡頭 帶出兩個時空的愛痛糾葛 電影主題曲 華盛咖啡館 串起前世今生 也讓觀眾對命運輪迴 留下想像空間 TVBS新聞綜合報導 好 再來看全球觀光拼復蘇 在消費上各出奇招 而且都是大手筆 杜拜正在舉辦試博 已經推出全球最大的摩天輪 高250公尺 一次能夠承展超過1700人 所以轉完一圈將近40分鐘了 另外開了中東第一間 杜莎夫人蠟巷 這裡面有很多 大概16位中東名人 而美國紐約 曼哈頓第四高樓 打造了一個全新的驚險觀景台 它是全世界最有沉浸體驗感的 因為從頭到腳 到你身體四周 全部只有玻璃 真的需要一些膽量 才站得上去 入境香港還是要隔離21天 當地旅行社開了一個 給港人的午睡8室一日遊 成功解決香港人在家 睡不著的睡眠問題 全場倒數計時 煙火瞬間點亮夜空 一旁還有無人機 一燈光排列出杜拜之眼的字樣 讓現場民眾歡聲雷動 全球最大的摩天輪 周四在杜拜的藍水島開幕了 這座杜拜之眼不但是全球最大 250公尺的高度也是全球最高 走完一圈需要30分鐘以上 一次能承載1750人 當局希望能藉此 把這座城市打造成主要的旅遊樞紐 並順勢吸引遊客前來參觀世博 因此秘密武器可不止如此 一進門搭配著異國音樂 先是由印度總理莫迪迎接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後頭揮手致意 美國簽總統川普正拿著手機忙著發文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則坐在沙發上 姿態一貫的優雅 這個與摩天輪同一周同一個地點開幕的 杜莎夫人中東一號館 裡頭劃分了各個主題 除了能見到家喻戶曉的國際巨星 不僅則融合了杜拜的摩天大樓 以及阿拉伯常見的棕驢樹 但除此之外 包括當地知名藝人 娛樂界和體育界名人 由埃及梅西稱號的利物浦前鋒球星 也在開幕日獻身和自己面對面 把握短短六個月的世博展旗 杜拜火力全開衝刺觀光 而正從疫情中加速復甦的美國紐約 也不遑多讓 站在觀景台上 無論是從落地窗俯瞰整個紐約市 還是從腳下一眼望穿 都已經不稀奇 因為這個共三層樓的觀景空間 全部以玻璃和鏡子打造 地點就在曼哈頓中城區 七十三層樓高的范德堡一號大樓頂部 這個新景點被形容為全球最有沉浸式體驗感 有如空氣一般的觀景場所 靈感發響則來自知名設計師Canzo 我們花了一年在設計上 取回了最好的項目 觀景台、文化、文化、技術、經驗的技術 在車上不但能看到保持安靜的標語 一個個乘客也都睡得東倒西歪 這趟五歲之旅將繞行香港 控76公里的路程 也就是有五個小時可以好好補眠 至於跟團的費用 根據座位不同價格也不同 上層空間因為噪音小 要價約台幣130元 可以看風景的前排座位 則要175元台幣 從摩天輪、蠟巷、觀景台到八是小器 卡在疫情或許還無法趴趴走 但選擇已經越來越多 特別新聞中國報導 日本的消費也要開大門了 東京實施疫情反彈措施 狀況非常穩定 因此決定25號全面恢復餐飲業 自由營業 用餐人數還是有一點點限制 一桌最多四個人 如果再出現第五個人 要提出疫苗接種或者篩檢陰性證明 不過日本的食品加工廠 受到全球供應鏈同樣的影響 被打擊的很大 日本人最喜歡吃的唐羊炸雞 現在加工肌肉進不來 進貨的成本上漲 油價也上漲 所以現在的民間消費 已經籠罩了通膨的烏雲陰影 店裡又慢慢熱絡起來 要壓成了一年多 餐廳老闆們終於等到這一天 日本向第五波高峰說再見 指標之一的東京確診連降 七天平均感染四十七點三人 是一年四個月以來首次低於五十例 這也讓東京都決定在疫情反彈措施期滿後 揭除所有餐飲禁令 自二十五號起獲得官方防疫認證的店家 恢復不設限營業 東京都內約百分之八十五 超過十點二萬間餐廳 中能重獲自由 而未受官方防疫認證店鋪也放寬可供九到晚上九點 首都生活共同圈的千葉 神奈川 祈禦三線 也同步跟進東京政策 關西圈的金板神雖同為生活圈 不過京都兵庫則強行從二十二號起解禁 大阪則要等到二十五號 雖說是餐飲全面開放 但擔心給病毒有機可圈 地方政府還是制定了限聚令 例如大阪規定最多一桌不能超過四人 用餐時間兩小時 東京同樣實施四人限聚令 若為五人以上必須提出接種或陰性證明 日本餐飲業 民眾準備重回往日生活 偏偏這時候食品供應傳出壞消息 鮮嫩多汁的唐陽雞 不但是居酒物熱門菜 更是日本庶民美食 方便外帶的特性 在之前疫情嚴峻時 還一度興起一股唐陽熱 如今竟出現大缺貨 餐飲業者竟或成本少說漲了一成 超市也幾乎叫不到貨 日本是肌肉消費大國 每年需要從海外進口50萬噸 採購國內食用 而泰國佔了六成市場 為日本最大宗加工肌肉出口國 但受到疫情擴大影響 當地廠房人手不足 更導致一度停工 泰國官方統計 今年八月出口日本的肌肉 比去年下滑29% 連設廠泰國的日本商 都對未來供應毫無把握 業者們也坦誠 再這樣下去 遲早得忍痛轉嫁成本到客人身上 雪上加霜的是 國際原油價格高漲 日本電費和汽油也跟著臺價 日常比 1000元 1500元 高漲 急上升 今天2000元 每次都滿足 不管是吃飯 年半以來 首次提高 全球原物料 成本上揚 讓日本 讓日本慢慢 被通貨 製造成本 包德溫 已經接受了警方 訊問 目前並沒有被逮捕 或起訴 那麼至於這個好萊塗的玩具槍 為什麼會導致 致死的命案 現在還需要儘快 盡快釐清這個悲劇的真正原因 謝謝你 今天跟我們一起Focus 全球新聞 祝你平安 我們下次同一時間 再會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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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見